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遗产点 与天潭东西相望 它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 规模最大的济农场所 仙农潭 仙农潭是见证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 读懂中国以农历国的皇家坛庙 在明清时期 皇帝到仙农潭的祭祀仙农清祭 然后到一亩三分地里清根 今天秋天收的粮食 要收藏到神仓 它主要是用来供应皇家 所有祭祀场所的祭品用粮 仙农潭历经三年腾腿修缮 神厨 神仓 庆城宫风貌重现 神州仙农第一坛 惊艳诗人 仙农潭是汇翠中国古建筑多种样态 读懂中国古代建筑精工巧思的博物馆 约络中 官庚台上穿着草裙的神龙 神仓上独一无二的雄黄玉彩绘 神处理全国唯一重沿玄山顶建筑 要做严状保护 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它的历史上是什么样子 他们都成为中国古建筑的标本 仰望太岁殿顶部 天宫早景 穷楼玉宇 所以我们有很多观众到这里就讲说 我们可以仰望到 这个一千多年前的那一片夜空 古雨 种下一片新绿 秋分收割第一连新古 生机勃勃的皇家农盲图 在古老的仙农潭上演 人们感受农耕文化 触摸古老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